Hello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東方聖人 我們終於來到高雄的異大購物廣場啦 這也是我們畢業旅行的第一天 然後我現在所帶來的這個設備 我現在所帶來的拍攝設備 總價值大概25000塊左右 不包含手機 關於這次的一個畢業旅行 我也是由備而來的 我也是要準備在這個畢業旅行的時候 趁機我們不在學校沒有什麼限制 趕快的去度化別人 然後順便拍一些影片素材這樣子 那麼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說我要把之前拍畢業旅行的一些影片刪掉 因為我覺得說這個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說我就直接從高雄這個購物廣場開始剪接了 好的然後我們走完之後的總長度是500公尺 所以我才說那麼難得的這個機會 我們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趕快的實現成功 那這個時候可能很多觀眾朋友們就會說什麼 那個東方聖人啦 你出去玩的時候我還在上班呢 那我就說你可別誤會喔 我現在也是在上班工作啊 你沒看到我一直拍攝我拍一整天 那這個第一天的行程比較少 就是我們直接去完畢大之後 就直接回到我們這個飯店酒店裡面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天住宿的城市旅館 這一間住起來最爽喔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陽台超大 然後裡面空間也是超大超舒服 然後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我覺得是最拒全的 那時候很多觀眾朋友們可能就問我說 欸東方聖人啦 所以要怎麼樣才能夠精進修行 要怎麼樣才能夠成功呢 我就說你就看我的影片吧 你就想像 你就將你自己當作跟我一樣就好 透過想像是最有效率的一個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這就跟學習一樣嘛 你要先模仿別人的話 你要先觀摩嘛 我們繞了五六十公尺喔 終於來到我們的這個飯店房間門口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住的 然後呢 我們沒有敲門直接衝進去啊 反正我是聖人也沒在怕 Oh yeah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房間的這個浴室喔 哇 然後呢 這個 這個都是乾濕分明的 它是我們洗澡的空間喔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超大的浴缸喔 超爽的 然後等一下晚上就會泡澡 然後還有這個 超級的這個玻璃喔 可以照鏡子 超漂亮 然後呢 這是廁所 那也是要說我晚上都在修行實踐打坐 然後剪接影片嘛 所以說這個櫃子超讚的喔 一邊能夠照鏡子裡面空間超大 然後呢 我們的一個行程呢 晚上七點多直接先來高雄博二 逛一個小時多 然後等一下再去吃晚餐 然後呢 順便拍攝一下這個大港橋喔 這個這個長度喔 給大家看一下大港橋大概的樣子 然後前面就是我們的城市旅館 另一頭則是高雄博二喔 那高雄博二的話 我本來想說很好逛 就呢 還好嘛 沒什麼好逛的喔 就是一些文藝的東西而已喔 就是試動而已 所以呢 我剛剛大概逛了十分鐘之後就不逛了 這告訴各位一下 為什麼說我現在能夠那麼爽的 一直不斷的拍拍攝影片呢 就是在於說呢 我在上一個禮拜的時候呢 我已經精進實踐的 已經用了這個 發揮我所有這個潛能喔 努力呢 把這個所有的影片都預備好 所以說我現在才能夠 好好的拍攝給大家看一下 高雄博二的裡面的一些東西喔 欸 對 裡面就一層樓而已 然後呢 餐廳也不多 這個地方喔 我在來的當下 真的非常的好玩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推薦各位還是可以來的 陽明七雷算說 我們自己也會來高雄 不過呢 我來高雄的機會很少喔 頂多是一年一兩次而已 所以說這一次機會非常難得 喔耶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高雄的一個 著名的一個輕軌喔 那總長呢 35公尺左右 然後五階車廂喔 而且沒有任何微欄 OK呢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吃我們最好吃的晚餐 這個晚餐是我們畢業旅行最好吃的一餐 為什麼呢 因為後面都沒那麼好吃 然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自助吧台的一個菜色喔 這些是小菜喔 我們的主菜呢 每個人都會有一份這個排餐喔 這個時候肯定會有人好奇問我說 欸 東方社人啊 你這個角度怎麼拍的 我就說 我肯定是把攝影機架在身上 OK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吃飯的身後都沒有人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陽明七雷包廠 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個餐廳非常的大 所以說這個座位都空的喔 連餐盤都沒有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裡蠻大 所以其他人呢 都在另外一邊吃飯喔 OK 大家所看到的這個畫面呢 是我們的這個住宿的 今晚住宿的一個這個飯店房間的一個視角喔 趁現在沒人喔 趕緊拍 不然呢 等一下我的同學就會回到這個裡面 趁我同學還沒有回來房間的時候呢 趕快先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真的蠻大 跟照片所拍的一樣喔 我本來覺得說跟照片差很多 就比照片還要更好耶 我才一直告訴各位 一定要相信無上真理之道 啊我現在不就證明給你看了嗎 我有很多拍攝的視角 都是一般的人無法做到的 對啊我現在已經到了早上 剛才大家也看一下窗外的 非常漂亮的落地窗 然後我們現在要推行李箱 前往下一個地方 那是第二天喔 大家可以看到八五大樓 沒錯第二天的行程喔 也是最好玩的行程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二天的行程最多 我們一大早馬上起來 就要衝去坐那個渡輪喔 高雄的一個渡輪 然後到高雄的幾經炮台去 大家可以看到說 前面紅色衣服是我們的一個領隊喔 那時候肯定會有人問我說 誒你東方社人啊 你每個視角好像都這樣 啊我就說嘛 我們是陽明企業 我們是專業組織喔 如果說我們同學想要入境的話 也是可以啊 那後面的話才會入境喔 前面的話是還沒有 因為我這個景象放得強喔 大家可以看到說 超多台灣的這個大型軍艦 誒這每個軍艦都是大型的 我東方社人跟你講啦 這個中國一定不會打過來啊 所以說你也不用準備了那麼可怕 然後呢 我們現在抵達對岸的一個期間喔 大概路程大概五到十分鐘 就馬上到達 給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講一下 很多人在拍那個畢業旅行的時候 都是一大堆同學在那邊鬧紅紅的 我就想說 那鬧紅紅到底是要怎麼拍啊 所以說呢 我們還是專業一點喔 這個用心修行會比較好 喔 然後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這個就是這個 奇經老街的一個景象 雖然說奇經老街 我們太早來還沒開門了 不過呢 等下我們逛完砲台下山 應該就開門了 然後呢 順便的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一進到底 完全沒有經過任何剪接 以及一進到底的這個 一個 這個到達砲台的一個山路喔 好 那麼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我們要進入這個砲台的 這個出入口裡面喔 那我前面的這些人呢 還有我剛經過的後面的那些人呢 都是我們班上的同學喔 因為呢 我們的學校特別讓我們 能夠特別穿便服 所以超讚的 歐爺 我們終於到砲台的內部裡面喔 大家可以看到說 今天天氣超好 哇 等一下上面風景更佳 這個古城砲台呢 真的非常適合拍戲演戲喔 這邊蠻不錯的 可以看到這個地平線喔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海岸邊 這個砲台呢 也可以走到非常的多層 我現在是在最上層喔 然後這就是這個海岸線喔 然後另外一邊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高雄市的一個85大樓喔 就告訴各位啊 當你們精進修行實踐走一陣道的時候呢 這些美好的風景是不會讓你錯過的 我走過另外一條山 就能夠來到更加貼近海岸邊的一條路喔 再來呢 我們就直接衝去吃這個午餐喔 因為我們等一下去這個 墾丁的這個海參館喔 我們的午餐呢 就沒有像昨天的這個晚餐那麼好吃喔 不過呢 有的吃就好了 但是呢 我們吃完飯吃還剩一堆喔 OK 我們現在已經過橋 終於抵達到這個墾丁的海參館 那我們從入口處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大鯨魚喔 那時候我一直告訴各位說 我們一定要精進修行喔 身為人就是要修行 少去看那些動物 但是既然來了 難得來了 就還是給大家看一下啦 總共有三棟喔 有三個不同的一個區域喔 那這是第一棟裡面的這個 叫做這個珊瑚王國的一個區域喔 那裡面呢 有超多的這個海底隧道 總長度全部加起來的話 會有八九十公尺長喔 所以現在各位觀眾朋友們 所看到就是這個 全台灣最大間的這個 海洋的這個海參館喔 然後水族館喔 那這個地方呢 也是全台灣喔 這個物種最多的這個水族館喔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邊還有這個白金喔 從這邊的話 這個就是館區的最後的 這個一管喔 白金展示區喔 那我們看完之後呢 再往另外一區出發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說 台灣水域喔 這是在 你往另外一邊走的話 就可以馬上看到 就是說這次我們來到這個屏東 來拍攝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看我們之前呢 去桃園的一個這個水族館 實在是這個差距太大 這大概是桃園水族館的十倍左右 然後這邊呢 欣賞了三四個小時 都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管區非常多 大家也可以看到說 哇塞 今天呢都沒有人喔 因為今天呢是平日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直接獨享獨包了 整棟的這個水族館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全館最大的水族箱 所以說我們才能夠 在完全沒有人潮的 沒有干擾的情況下 好好的拍片 所以說我們修行也要這樣子啦 才能夠拍出最好 發揮出最好的潛能嘛 然後以下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館區喔 分別在左右 那我們現在走到這個戶外喔 這是它的後面喔 就大家往後門走的話 可以來到這個聚精喔 世界館 手服梯上來先逛二樓 那二樓的話 只有一間而已喔 就是這個 好像是古代的海洋生物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古代 那是投影不是真的喔 那這個入口在禮品店裡面喔 你要先從一樓的禮品店 往裡面走 就會看到這個 超級巨型的這個拆找 那些就先隨便逛一個 超級暗的一個館區 我也不知道說 為什麼這裡面那麼暗 告訴各位喔 這個地方啊 如果說你一個人來 我真的超像鬼屋的啦 因為這裡面超可怕 Oh my God 各位觀眾朋友們有沒有 我現在這個地方 他還在後面 有人一直追著我 跑一個黑影急速靠近我 OK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既然身為東方聖人 那就應該什麼都不怕 所以說我現在要重新殺回去 把那個人抓出來 OK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現在呢 用這個超級亮的專業的攝影燈喔 直接照亮這個館區 那我們逛完一樓的館區之後呢 現在我們沿著這個圓形的這個環形 走道呢 往樓上逛了 到達二樓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就管第一個 這個叫海豹館喔 一個綠色的一個館區 它裡面就是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只有一個箱 一個水族箱 然後裡面呢 就只有一隻海豹 那我再告訴各位喔 我東方聖人啦 來到這座館呢 基本上是沒有人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館喔 在比較後面 而且是第三個館 又是平日嘛 就是說這整棟大樓 幾乎只有我一個人而已喔 所以說就只有我在拍攝 啊可以看到說 我現在來逛了這個第二個館區 真的沒人 喔耶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有看到我嗎 哇塞 我現在拿了攝影機的奔跑當中 在二樓看好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一樓去喔 那一樓的話 這個就是這個 企鵝館喔 那大家可以在那邊看到很多的企鵝 那個距離超近喔 超適合拍攝的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呢 假日的時候千萬不要來 為什麼呢 因為假日的時候 我來過直接塞車 實在要爆炸 在企鵝水族箱的另外一邊喔 就是另外一頭的話 就是這個鴨鴨喔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鯊魚館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超級鯊魚 觀眾有沒有看到 我們進進實踐修行的時候 就是要來看這些很厲害的東西喔 OK然後呢 我們現在逛完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戶外 欸真的完全沒人耶 我們太強了 完全不用出錢 就能夠包場 然後大家可以看完說 我們逛完了這個超級好逛的 超級超讚的 這個CP值超高的 這個屏東海生館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前往這個 墾丁大街喔 去吃我們的一個晚餐 然後呢 現在大家看到 剛剛的那個火焰的一個特效之後呢 大家就知道說 我們現在要幹嘛了 我們現在要繞到 墾丁大街的一個後面喔 然後呢 等一下呢 遊覽車會停在最前頭 然後我們要自己去逛 那等一下我們要挑戰 在一個小時半之內 吃完三家店喔 墾丁大街位於屏東 總長度呢 接近於600公尺 但這不是全部的 這是我們所逛的路線喔 然後呢 我們現在先來吃 第一家的日本料理店吧 就是告訴各位說 我們做任何的事情 也要精進修行喔 就跟我們現在拍攝的影片 玩這個大挑戰一樣 我們的大挑戰呢 就是在一個小時半 在吃完三家店喔 那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快速的先吃 這些壽司喔 我本來想說 欸這個屏東不是盛產黑鮪魚嗎 所以說我剛剛去看一下菜單 就沒有黑鮪魚喔 所以說 我就只好點一下這個綜合拼盤 我們現在只有90分鐘可以用喔 然後呢 剛剛已經消耗掉20分鐘了 那如果說真的吃不完的話 我們也是要買這個泡麵喔 回去飯店吃喔 但是通常不要這樣子喔 像是我們修行喔 這是盡量快速解決嘛 來第二盤出來了 這天子紅蝦喔 也是超級好吃 好吃到爆了 再來呢 我們吃完它的這個蝦身呢 再吃一個蝦頭的一個部位 那這個蝦頭的話 是用米做成的喔 所以是很厲害喔 米裡面都有醋飯 很好吃 這個時候呢 我就來跟各位觀眾朋友們講 像是說 我們這個也是超級剛剛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逛完海參館 現在就來吃生魚片 吃一下魚肉 其實我們修行也是可以吃肉的喔 好吃就好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們 現在我所剩的時間 只剩下18分鐘 倒數18分鐘 而且這條路超長 我還要走路 所以說 我就快速的在這個路邊 再吃第二盤的生魚片 直接把它吃到爆 就是點了一個 完全是鮭魚肚的一個生魚片 那麼我們現在超趕時間 然後呢 而且不得不說 真的超新鮮超好吃 所以說 狂吞是沒有問題的 OMG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終於買完第三餐喔 因為第三餐實在來不及 剩下三分鐘而已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現在墾丁大街的一個場景 非常的漂亮 這個夜景超漂亮 而且長度超級長的喔 然後最後就買了一個炸物 買了一個長長的薯條 所以說這一次呢 終於挑戰成功啊 在時間內 吃完超多超好吃的美食 在享受的同時呢 又有碗 實質超高的效率 完成所有的一個任務 終於結束了 完成我們的一個成功的一個比賽喔 那麼我們 我就說我們休息也是要這樣 然後現在達到了我們這個 墾丁統一的度假村喔 那我們現在從正門口進來 這間統一度假村呢 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住的一個地方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還沒有結束喔 等一下我呢 還要繼續玩 然後呢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說 非常的漂亮 然後來到我們的房間裡面喔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等一下再介紹房間喔 先走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大概的一個情況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晚上還要夜遊 我們超級精彩 下集在一起 請各位繼續精進修行 不要放棄吧 然後後面還有彩蛋喔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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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嘴